据海外网报道 当地时间7日 为致敬前线医务工作者 美国捷兰航空的三架飞机 低空飞过纽约市 不料这一活动效果非但不如预期 还让网友联想起911事件 综合每日邮报独立报报道 7日当天傍晚 三架分别为红色白色和蓝色的 捷兰航空飞机 低空掠过纽约市 这些飞机从约翰肯尼迪机场起飞 并在接下来的60分钟内 以2000英尺的高度 飞过纽约的5个区域 然而此次活动 虽然收获一些外界的感谢之声 却也引发不少负面评价 美国民主党议员 亚历山德里亚 奥卡西奥 可尔特斯认为 这样的活动很不环保 这家公司的公关活动 是让依靠航空燃料飞行的飞机 以一个很低的高度 从脆弱不堪的社区上空飞过 而这些社区 正在疫情中苦苦挣扎 也有部分网友表示 低空飞过的画面 会让人想起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 有网友表示 目睹911事件之后 我花了5年的时间 停止坐飞机坠毁的噩梦 当我看到飞机费得太低 我仍然会紧张 也有网友说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我们当中有些人 仍然非常深刻记得 2001年9月11日 目前纽约州仍然是 美国疫情的重灾区 据美媒报道称 纽约州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25000人 其中在纽约州最大城市 纽约市 由于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过多 纽约的殡葬业不堪重负 许多尸体居然被撂在 临时租用的卡车里 从当地时间4月29日开始 布鲁克林区的一家殡仪馆 就因租用卡车存放遗体 被附近居民报警 纽约警方当天接到报警电话后 前往这家殡仪馆调查 发现他们租用4辆卡车 存放了大约50具遗体 尽管这4辆车中都放有兵 但还是能闻到 尸体腐烂的味道